只要一上班 医护人员口罩脱不下来 耳朵这边就会有一点压伤 然后会有痕迹这样子 会不舒服 脸颊 鼻头 额头 都是口罩明显的压痕 甚至脱皮 这是谁的耳朵 这是我的 怎么了 最近就是比较需要一直 更容易要一直戴口罩 所以就会一直磨一直磨 一名大陆诚信台商 开设3D练义公司 他自行设计 柔软的口罩耳挂护条 送给台中词院的医护人员 这个是直接往后拉 就看条松井 你可以看你是要调中间大小 这样子调 插材质比较软 所以刚好是很贴合你的头型的 还有志工送来精华液 因为护理人员每天酒精消毒 皮肤都裂开了 通人就很喜欢 因为他会觉得 他的手每天洗到 就是有一点 就是已经很干燥了 这些口罩内衬 是这两天收到的 民众满满的心意 无价 收到东西之后 就是希望是 能够把这些爱心 就是真正的 给需要的同仁 大家都是很感动 因为不知道 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原来有那么多 就是关心医护人员的 大爱新闻 张军廖学信 台中报道 那种手法里面